前亚洲小姐冠军罗琳 日前正式宣布与老公刘昆明 已经秘密分居七个月 她出席亚洲小姐慈善组织 人美情绪活动时 表示跟老公的感情 在多年前已经出现危机 但是因为孩子当时还小 所以没有付出行动 如今孩子长大 她觉得是时候解决跟老公之间的矛盾 只是一说到共同拥有的三个孩子 罗琳就边说边哽咽 那我觉得就是 在这个过程我真是预料不到 就是我虽然我就是有心理准备 在公开这件事之后 有就是很多的报道 但是幻想跟事实还是两回事情 因为当事情公布了以后 我的心情 然后很多很多的压力 我真的有点腾住不了 在这两个星期内 我已经收了差不多有十棒吧 现在我只有九十多棒 这是我从来没试过的棒数 然后我最难过的是因为 我妈妈因为担心我病了 所以我真的希望大家给一点空间给我 然后最重要还是三个孩子 我其实考虑了好多年就是我也不希望小孩子在一个不完整的家庭成长 那会影响他们 那现在就是我的孩子大了 大了最大16岁 然后我觉得他们可以了解一些事情 然后他们也看到我们家里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也跟三个孩子谈 就是说 爸爸妈因为性格不好 但是我们还是永远的这样爱他们 还是永远的会照顾他们 就是我觉得就是 我说妈妈对不起你们 但是我会努力 罗琳与刘昆明分居 媒体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出现第三者 因为刘昆明从来都是花花公子 但却没想到 罗琳被首先排到跟比自己年轻的男生逛街 罗琳解释那只是一个误会 但也表示 绯闻让自己觉得很困扰 身体在短时间内更瘦了十棒 还好三名儿子没有对传闻信以为真 不会呀 其实很多报道他们也看到 因为很多都是 其实我是跟一般朋友 女朋友啊 一起出去 然后都要男的 这是很正常的社交活动 我觉得 那有些报道就是把我的女朋友 就是没有拍进去吧 可能他们就是删掉了 然后只有剩下我们两个 然后还有 我觉得就是有点很不公平 就是我觉得 我还要面对我的孩子 然后我还要面对工作 所以我希望就是 其实我也要在这里谢谢很多传媒的朋友 有很多认识我很多年都很支持我 了解我的性格 那当然有些就是不大熟 可能他们会做一些不大真实的报道 那也希望他们就是多多包容我吧 因为我真的希望不要在我人生最大困难 我挫折的时候 在在我 在在我的伤口打言吧 怀疑出轨的新闻刊单之后 就连他的亲密战友 一起领导人美情绪多年的骨干 李燕山也对媒体表示 罗林的行为有损组织的形象 虽然李燕山事后指责媒体断章取义 但当天也有出席活动的他 就表现得比罗林更加避讳 非但跟罗林临交流 就连媒体要求两人合照时 李燕山一开始还装色听不见 最后两人终于成功合照 而罗林也表示 其实私底下已经解决了 跟李燕山的误会 因此两人没有尴尬 其实他如果是传媒断章取义的话 我觉得应该不会尴尬 我对他一点都不尴尬 我不知道他会怎么觉得尴尬 因为我也是刚才你看到 我是很大方的 没问题跟他合影都什么 我觉得大家都是一起为慈善 不要有心理的障碍或者是不开心 因为如果大家有不开心的地方 就要马上拿出来解决 不然的话我们这是非常困难 去做一件事情 我觉得一个慈善会应该就是说 大家共同的努力 一个慈善会不可能一个人会成功的 一定要靠各个委员的努力才会成功 那就是我听到有人说 就是好像是一个人功劳 那我觉得这点就有点问题了 最后视频娱乐报报香港报道